整本书所描绘的社会背景都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快意恩仇的江湖 但108位好汉中呢也有三位女将 她们五一高强 比起男人啊毫不逊色 其中的孙二娘更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角色 孙二娘当初是因为官兵经常搜查 才决定与丈夫张青上梁山 但孙二娘在上梁山之前呢也为自己留好了后路 她将自己在十字坡经营的积蓄啊全部买了 据说足足有18箱的金子 大概人们都会好奇孙二娘买下的宝藏 但《水火传》毕竟只是小说 这样的情节出现在小说里啊很正常 可在现实中它会存在吗 也许它真的存在 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关于宝藏的传说 就在山东明溪 还有一个看似普通的地方叫孙家堂 这个地方据说是孙二娘的老家 孙家堂里流传着一句古话 双山一对植一六十八尺 这句话呀可不普通 相传如果有人能够猜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就能够得到孙二娘的宝藏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传说啊慢慢被人淡忘 直到一个养猪娃一夜暴富 这才让人们又将这个传说回忆起来 据说那个养猪娃在放猪时呢 看到了几个金元宝 就是由于这些金元宝的存在 让他顺藤摸瓜 找到了藏在山洞里的金子 这些孙二娘藏下的黄金呢 就这么被他给意外的挖了出来 这样这个放猪娃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 当时的金子啊是非常值钱的 黄金要比现在还珍贵许多 所以当这位放猪娃得到这些财宝以后呢 就突然报复 这位放猪娃就是谢松年 他的抱负啊让村里人都十分羡慕 甚至啊有些嫉妒 纷纷向他打听这些钱财的来历 可是谢松年却咬得很紧 一句也不透露 有句老话 赛翁失马 因之非福 谢松年原本生活贫苦 得到金子他生活变得富裕 这看起来啊是件好事 然而他接下来的生活却非常不幸 父母病逝 自己呢染上赌博 而后遭人陷害 惨死欲终 这件事也让其他人避之不及 大家都纷纷传说 这金子啊会带来诅咒 好了 我是张霄 关注